这家店位于天府新区 益州广场三楼 也可以说是在福龙菜市场旁边 在城南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竟然还有一个这样 充满了烟火气的菜市场 而在菜市场旁边 又有一家这样的素食自助餐厅 并且才23元 就可以吃到80多种素菜 带着满满的好奇心 我们很早就来到了这家店里 来到餐厅的时候 还没有到饭点 店里人不多 餐厅的工作人员有序的忙碌着 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饭菜 这家餐厅的老板名叫陈根香 因为自己喜欢吃素食 所以慢慢研究出了很多种 不同的素食菜品 后来研发的菜品多了 就想让更多的人尝尝素食的味道 所以开了一家这样的素食餐厅 现在的人大鱼大肉吃的有点多 偶尔吃一下蔬菜会比较 对身体比较好 23元的自助餐 琳琅满目的摆满了80多种菜品 我们想象中的素食就是清汤寡水 可这80多种菜品 却颠覆了我们对素食的认知 不仅看起来秀色可餐 竟然还有红烧狮子头 虽然我们这个价格是大众化的 但是我们这个尽量也要做到 那个色香味俱全嘛 然后你比如像这个红烧狮子头嘛 在那个荤食当中 它是肉和其他东西组成的嘛 我们这里全部采用素食 口感也是不错的 他们客人也是认可的 而且这里的菜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寡淡 口味也非常适合四川人 不仅有麻辣的狼牙土豆 还有全素的冒菜 冒菜的味道吃起来 也跟一般的冒菜没什么区别 里面除了没有荤菜 该有的素菜一样都不少 另外炸薯条 天妇罗 炒饭炒面 馒头 包子 稀饭 花卷 寿司 各种点心 甜品和水果以及饮料 菜品多的那是不胜美举 我们一度怀疑才23块 真的不会亏本吗 在他们这里吃饭 不用担心来晚了没有菜 因为他们会根据菜品 受欢容的程度来进行补充 所以你可以吃多少拿多少 这样不仅可以多尝几道菜 也可以避免浪费 他如果光盘的话 我们就翻个两元卷 下回来的时候就买单的时候 就给他省两块钱 这样他也高兴 他也有一种几月粮食的那种习惯 来这里吃饭的一般都是老人 和带小孩的家长居多 但也会有一些年轻人 反而让我们更想去采访一下他们 因为感觉他们平时 应该也是习惯了大鱼大肉的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在素食餐厅呢 这家店的环境如果跟饭店比 看起来更像食堂 跟食堂比 看起来又更像饭店 大厅里挂着一个屏幕 上面播放着后厨切菜炒菜的画面 厨房也是明厨亮灶 看起来非常清爽 我们忍不住走进后厨 想看看全素食的制作 什么不同 在用这个调料上面是有区别的 因为很多是 比如说我们冲 冲刷这些东西是不能用的 只能用姜 环过了一遍四周 我们发现蔬菜清洗的非常干净 是严格按照蔬菜清洗的 三个步骤来进行的 我们的菜清洗完之后 都会过一遍全清水的 参观完厨房 已是正午时分 这时店里的顾客 陆陆续续多了起来 转悠了一圈 回头再看 就已经没有什么座位了 在前台付款之后 每个人都会领取到一套餐具 摸着餐具 略带温热的手感 是消毒后的余温 让人感觉很安心 虽然正值饭点人很多 但是整个餐厅里没有人高声讲话 不过这里的氛围和美食 确实会令每个人都放下浮躁的心情 静静地坐着吃完一顿饭 也说不出来讲究在哪里 但就感觉素食就得这样吃 我和我说经常来吃 我喜欢吃这个 味道真好 吃到一次还要吃二 三次所以都不愿意吃 这一餐素食 让我们刷新了对全素的认知 原来素食并不是索然无味的 原来素食也可以做出这么多的菜品 而五股杂粮配上清爽的素菜 吃完以后 竟然有一种当地心灵的轻松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